有些菜一天吃三次也不腻,比如这有手就会的三明治。 红洋葱切碎,青黄瓜更津甜,金枪鱼先过筛,勺子压出多余水分,用叉子将肉块拉成细丝,口感确实好太多。 加入蛋黄酱、洋葱、青瓜、盐、柠檬汁的酸味能提升金枪鱼的整体口感增添清新的风味。 吐司面包单面涂上黄油,加上喜欢的芝士片,焦火盖锅盖慢煎两分钟,芝士能稍微融化,吐司微焦的状态最吸引了。 铺上厚厚一层金枪鱼,盖上吐司片,听声音就知道很脆。 只需一支平底锅,新手也不会翻车的做法,完全没有难度。 煎饼老板都想学,不散架,好看,好吃,秒学,秒会。 土豆、红萝卜切丝,盐、黑胡椒粉腌制到出水,再混合面粉和淡浆。 这个状态的土豆丝才不会散架。 虾仁同样腌制5分钟,中火适量油煎至通红备用。 继续中火油稍微多一点,将土豆丝铺平,不需要太厚,用碟子翻面是个好办法,可以减低散架的风险。 锅铲压一下会更均匀,迅速铺上马苏里拉、虾仁和蟹肉棒,转小火盖锅盖焗几分钟,等芝士融化再撒点欧芹碎,海鲜加芝士等于绝配,乘以土豆煎。 哇哇,两天做了三回的芝士吐司卷,完全吃不腻简直了。 吐司片擀薄,放上奶酪碎,再来点火腿,卷卷卷,插上牙签固定,整个沾上蛋液。 表面喷点油,170度10分钟,轻松搞定点赞,这是妥妥的早餐加油站芝士培根吐司卷。 两片只剩的吐司卡卡切边,再对半切,午餐肉,来点番茄酱,刷! 中间夹芝士片,再裹一条培根当面板,表面刷上蛋黄叶,180度10分钟,中途记得翻面,希望你今天。 孩子放假早餐不知道吃什么,用几分钟给他做了这个,奶香吐司小芳包,奶香绵软,香甜好吃,碗里打两颗鸡蛋,一勺芝麻,少许牛奶,搅匀备用,后切吐司像这样切成小块,倒入淡奶叶,让吐司均匀地裹上淡奶叶,放入刷油的锅里, 小火煎至六面金黄熟透,挤上炼肉,哇哇,手抓饼的神仙吃法又来了,早餐就指望他,手抓饼中间放上芝士片,边边卷起来,放上火腿,淋上蛋液,撒上肉葱和奶酪碎,180度13分钟,轻松搞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